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KOL的这个营销手法 KOL自然是关键意见领袖 其实某种程度讲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翻译成为网红 台湾叫网美 是吧 那不管怎么说 目前来讲72%左右的这个品牌主呢 帮他们的行销预算都放在了KOL 尤其是与网红的合作上面来 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数据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那在这个目前来讲通过网页来谈送广告这种方式呢 目前越来越被各种工具给拦截 所以直接在网上投放广告的效果其实并不理想 真正的好的广告营销方法呢 现在是要跟内容的结合 尤其是观众比较喜欢的原生内容的结合 而原生内容的生产往往是由KOL产生的 所以KOL的这个广告呢 也叫网红广告 已经来临 所以大量的品牌开始着手 跟KOL进行开这种所谓的影响力行销 那KOL营销获得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高信任 它对消费者的这个影响力 应该说是能够让消费者立即下单的 高真实 那大家也知道很多广告软文来讲呢 它的真实度不够 但是由KOL主动来曝光的呢 就是能够让这些内容呢 显得更加的真实 高认同这是很重要的 网红的价值就在于 它出生于这个普通平民 所以消费者呢 往往把KOL的意见呢 当作自己的意见 所以很容易认同 高关注 当然也是结合这个KOL 它自己的一个营销 自己的这个成长 它形成了比较大的粉丝群体 所以能够在曝出内容的时候呢 能够获得高的关注 当然这个关注度跟艺人啊 跟其他的这个大关键媒体来比 还是要差一点的 但是这已经对于很多行销者来讲足够了 尤其是一些品类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那KOL的合作模式来讲的话呢 大致在曝光方面就是支入 以及做广告 当然还有一点 它比较好的是能够导入销售 这个导购功能是比较强大的 所以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来看一看 做这个KOL营销方面的一些办法 你比方说这个游戏商 他会找台湾的这个 以电玩为主轴的频道 叫做安安边缘子来合作 对他要上市的这个游戏 进行周边的开箱的这种介绍 网红也深度融合 深度的沉浸其中来演这样的内容 所以对观众的这个兴趣提升 是比较重要的 而在台湾还有一个网红的节目 叫见习网美小吴 他就是用了综艺的一些手法 你比方说就是贴面膜的时候不要笑 但是他又要在贴面膜的时候讲笑话 用这种手段呢 能够使得产品得到这个极度的曝光 同时呢还获得这个娱乐的效果 所以对网红也好 对产品也好 都是互相补尽的 那彼得爸与苏珊猫也是苏珊妈 也是台湾的这个网红夫妻 他们用这个好物推荐的方式来推荐洗衣粉 所以呢就引得爸爸妈妈这个族群呢 会去尝试使用 那我们知道更多的是一种体验式的这种营销 体验式的营销就是让这些网红去体验一回你的服务 你的销售 所以这样的方式是比较多的 你包括像这个艺人来上见习网美小吴的节目 就用整人的这种娱乐方式来创造话题 所以在这种节目当中呢 营销是比较多的 那包括用游戏的方式 就玩吧 我们大家来玩一次 玩一次呢 但是能够巧妙的把产品植入进去 能够用这种挑战啊 闯关啊 这种方法来凸显商品特色 而不至于太突兀 是吧 我们直接说这个东西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说 要用这个系列化的方法 你比方说卫生棉的品牌 邀请艺人 9M88 作为活动号召者 点名多位爱唱歌的KOL 以唱歌为主题 接力地传递这个卫生棉产品特色 那包括维他命品牌 举办系列的这个活动 所以有时候KOL的使用呢 它也不是说一朝一夕 一次过 不是那种 它可能要创造一系列 要想很多东西 能够持续地到达到这个消费者 所以你用到了一些广告的手段的时候呢 但是使用的主角却是KOL 那包括在这些网络视频上面 它也有这样的做法 那这种呢就更加的 有点像以前的电视化的做法 无非只是把过去的艺人明星 换成现在的网红而已 当然现在更多的是 要吸引别人购买东西呢 你还得送一点东西 是吧 你得折让啊 你得送一些小礼品啊 像有些这样的网红节目当中呢 它就是通过送你的方式 我们给粉丝送你送你送你 但其实背后隐藏的就是 要购买东西 而且制造这个现实限量的这种错觉 提高粉丝下单的几率 那前段时间曾经很火的就是 试睡官是吧 有这样的一些网红 他就是体验官 专门去睡别人的酒店的 其实这个睡酒店就是 帮别人做宣传嘛 那所以很多这个旅游业者 酒店业者都非常欢迎这样的网红 来我们酒店睡一睡 来我们这个地方来体验一次 是吧 所以这样的营销呢 也比较多 当然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说 现在更多的 你比如说通过快手 通过抖音做的 就是很多是用直播 用直播的 我们现在更直接了 叫直播带货 其实这个阶段 很快就会过去的 没有那么容易 就是直接就卖掉 是吧 所以我们不仅要带货 要带人家来关注你的产品 网页啊 你的公众号啊 你的所有的这个宣传东西 要时时刻刻连住你的消费者 不仅仅借由直播本身 还要借一些关键词啊 借一些这个直播的这种催促 这样消费者才能够真正的下单进来 所以不管怎么玩 你的这个KOL来讲 他一方面 他可能有自身的这个赚钱的需求 但另外一方面 他也想赚取粉丝 而品牌呢 通过活动 通过追加预算 通过一些游戏 是能够帮助KOL产生这个名气 也可以带动他的粉丝的增加的 所以这样的共存共荣 共同促进的点子呢 一定会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那包括于像这个美妆品牌 和宠物的KOL 黄阿玛的后宫生活 联合推出这个美妆产品 这就是联名的产品了 就是帮网红再打造 他的这个进一步的网红 我们现在说法叫IP 这个网红也可以做IP 是吧 用IP的方式来讲话这样的营销 所以不管怎么说 KOL的合作模式 非常的多变 也是目前社会上最活跃的一部分 也有待于我们继续的尝试创新 在有一定的预算的基础上 在合适的媒介的平台上 用比较有意思的方式 能够使得自己的产品 获得更多的曝光和获得购买 当然另一方面也能推动KOL成长 这是最好的结局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